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出像是范兰按住苏贞昌这样的议题抛开来打苏的争议 好 现在呢 现在要团结一致来帮忙帮这个蔡英文来打选战 蔡英文的这个办公室架构这样出来之后 是不是还有一些隐忧在里头呢 湘龙怎么看 我觉得隐忧不在发言人的部分啦 发言人 老实说发言人固然 熟面孔 有熟面孔的好处 但是深面孔也会让人耳目一新 那蓝军的两个年轻人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表现比郁其中要好 未来的唐向龙 表现比郁其中要好 你只要给他假以时日 基本上他没有犯什么太太大的错误 那有的时候老经验的人会 即使不是信口开合 但是会过于自信 往往容易犯大错 再过去会犯错的发言人 多半都是有老经验的发言人 那对蔡英文来讲 他的整个一个竞选的架构 我发言这部分来讲 只是昂阿兵就是门面啦 重点还是在他的内部的权力平衡 这个权力平衡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他把四个人都摆在一个总自备的位置上上面 那这意味着 其实四个人都这样一般高的时候 他只是意味着说 蔡英文其实对于驾驭这四头马车 其实没有能力 他基本上只能够 只能够去堵 就是这四头马车本身呢 能够呢 就是有条不问的 像华龙舟一样步调 步调合一 然后最后呢 能够率先抵达到终点 他只能够这样的期待而已 可是像这种的竞选架构的组合 其实他最大的困难点在于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声势看涨的 这四个人就会各安其位 基本上不敢躁动 但是如果你今天声势看谍的时候啊 就开始出现内部的一些杂音 会会开始觉得你的什么地方出问题 什么地方出问题 一旦内部有问题 那那就是问题的开始 就大家互相开始推责任说问题是出在谁身上的时候 他慢慢就会呢 就会出现一些控管失灵的情况 所以我不知道蔡英文的副手会是谁 但是当他摆出就是四个这样子一个天王级的人物 都以总自备去安插的时候 蔡英文显然驾驭无力 驾驭无力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蔡英文在副手的挑选上面 就会特别去侧重谁能够驾驭这四头马车 让这呢 让这四头马车 即使他没有能力驾驭 但是要有一个好的 就是说这个能够帮他驾马车的人 把这四匹马都能够控制得非常好 这才是他未来的重点 至于今天台面上面的这几个人 我觉得都是过场花絮而已 对选举无足轻重 好 所以关键就在于说现在党内这几个 尤其是几个总自备的天王 他们在之后的竞选的过程当中 在蔡英文的服选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否也能够维持一个平衡 是否在暗地里头不会来互相扯后腿 这可能都是来考验蔡英文之后的领导统预的能力 而同时如果真的是一齐心来打选战的话 其实蔡英文他自己当然在这个幕僚群的构想之下 他也会觉得说在选战步调 还有这个选战的制胜关键 都又有一些的策略才行 好 我们来看了 蔡英文他认为说 这总统大选的最后决战点 其实就是在中台湾 好 他说民进党要在中部来决胜负 台中是八席立委 他期待说八先过海 如果立委赢了 总统大选就会赢了 好 同时他也认为要抢攻绿军弱势区的北北基 以及中张头 输的幅度如果是可以小于10%的话 才有赢的机会 而同时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蓝营这边 在这个弱势的南台湾的部分 现在除了有部署一些刺客骑兵 希望能够来抢攻南台湾 把这个差距拉近之外 其实在中台湾的部分也可以看得出来 蓝营其实也都不敢轻忽 而接下来这个选战布局当中 从蔡英文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决战北中南的策略 可以看得出来 他有办法去驾驭所有党内的 现在这个几个总自备的人 一起帮他来完成这样的选战策略吗 光婷怎么看 其实就选票上来看 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 像民进党一定是南部要大赢 北部要小苏 所以他们现在界定那个交战区 在彰化以北 包括离岛 这个蔡英文他要加强的 那南部要大赢 那国民党刚好要倒过来 该赢的地方要赢多一点 那不能输的地方要小输一点 这是过往我们对于 几次这个总统大学 我们的一个分析 那至于说说 四大天王站出来 那在表面上是一个 团结和谐的这个气氛 我觉得这个做的是比国民党好 但是我觉得那个关键的决定性 并不在这四大天王 因为他们不是主操盘手 主操盘手是这个无奈人 那过去有不合的情况 是发生在正负元首之间 像2000年的连销 你知道吗 选完以后 这个连战阶营还跟 销副总统 呃候选人那边算账 就是一路是不合到底 那当然2000年有2000年的局啦 因为三分天下 到了这个08年 我们比较最近的 谢选择输 那也是在一个好像就是说支持者 你非要团结不可的情况之下 两个在初选已经站的那么不合了 勉强一个回来搭 另外一个勉强 我迎接你做副手 所以08年那个状况 当然你也说说 那看要看对手是谁 所以这一次呢 我觉得决定两个部分 是蔡英文还没有先底的 一个是副手 今天你如果最后 先出来是输家权的话 哇那个是重伤 就算是他之前 还有一点那种 搭档的那种优势在里面 但是如果你拖了 歹气途风拖这么久 他已经被拣选这么久 然后被品头论逐挑三检四这么久 最后感觉上啊就没有人选 还是选择你 那个是会损拼折将 但今天你一个副手的人选 如果能够装点门面 就是说维持一个说 不要失分这个局 我觉得那个主战的 这个战场还是蔡英文的 第二就是打法的问题 今天你如果打法还是用过去 不管是阿扁时代 或是谢阳廷时代 用什么非常手段 包括什么非常光碟 非常报道啊 非常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种非常手段的话 那个协派的那种意味就出来了 你知道当那个选战里面 有一个反派的角色 那个角色那个戏分加强的话 那蓝英的那个 那个本来不出来投票的 那种比较 呃变成隐姓选民那种选民 他就可能被你激化 那你一激化的话 两边那个张力一张的话 那的确对于这个拉抬选情 双方都可能拉啦 但是就民进党来讲 他们一向来讲的话 支持度 包括选民的这个表态度 是比过往几年还要强很多 那一拉的话 本来蓝英有些人 不情愿出来投票的话 一拉反而也把蓝军带起来 所以今天谢长廷在分析 选票的时候他有讲到说 08年的这个选盘 就是这个最后的得票率 是比04年少了8个百分点 他是用08年跟04比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按照04年阿扁那种充法的话 我们还有8%的空间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08年绿营的得票率 41.55% 你如果就算42 你加8是到5成左右 那的确就跟这个马英九有拼了 因为马英九不可能在创 08年的时候 那个58的得票率嘛 那跟过往几场那个选举 在8场以上的选举 他们去加加减减 把这个五都跟这个县市场选举的 这个选盘用粗浅的算数题 一扣下来的话 满久我下来的话 两边就比较接近了 所以他到底能不能够 像这个谢阳廷所分析的说 非但少了8% 他们还要充到10% 如果加上10%的话 那的确那一面是比较大 不过这只是谢阳廷 他个人在说说啦 坐在办公室里面 自己在想象而已 好的 谢阳廷他所分析到的 包括也要把这个差距 缩到这个10%以下 同时呢也提到了说 像蔡英文他强调说 在中台湾会是一个决胜点 而刚刚光琴也提到 另外一个这个观点 就是其实之后打选战 是用什么样的策略 好 是谁来主导 其实这也是很值得万卫的事情 是蔡英文能够来主导 整个选战的步调跟格调吗 如果说是蔡英文无法主导 而是周围的人 谁能够来主导这档选战 而会不会又会渐渐影响到 蔡英文的选情 陈大老怎么看 我先回忆一下 刚刚湘蓉的讲法 那势头马策论 我是不是完全同意 因为这个四大佬 跟他背后所代表的 三个三个半 或是四个四个半 派系来讲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这些人起码都还内化在 民主进步党里头 所以小英当然有他的困难 但是他目前安抚的 大家都乖乖 不敢做乖 每个都给他一个总统 选战正式开始的时候 他们到底会卖多少利器 这个外行人恐怕还看不太懂 但是这个用力的深浅是有别 那唯一不会很卖力的人 大概就是志在2016的人 如果说我2016 我还要出来选总统的话 我当然不希望你赢 那除非有这种人以外 我觉得大家都会卖力 因为毕竟小英跟民主进步党赢的话 对大家都有好处 那为什么我不同意乡同的看法呢 因为你看国民党 你看国民党里头有新党 有亲民党 如果新党跟亲民党 都是国民党里头的派系 叫新党系 或者亲民党系 或者宋系的话 那我觉得马英九今天 会非常的高兴 所以现在你看 民进党的问题啊 国民党羡慕都来不及了 你还好意思去嘲笑他 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国民党 没有这份福气啊 你看本来是自己派系的 都搞成是党外以外的 党外有党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不幸 那你刚才的问题是什么 我忘得掉 选战策略 选战策略 你说像你讲的这几个天王 其实在党内 其实都可能会来 变成一个角力 蔡英文他在这个选战当中 谁到底能够主导他的选战 他自己真的能够主导 所以刚刚我等你也回应了一半 我觉得将来主导选战的 当然是蔡英文为主 然后乃公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就叫苏嘉全 如果他没有被提名为 副总统候选人的话 他就去执行嘛 我觉得这四大天王 摆着好看 动起来有力 自营摆了以后 要用动多少力 这等着瞧嘛 只要他不是负面的 就是很很很蓝天啊 我觉得这个马英九 羡慕都来不及了 所以说现在在兰英内部 其实他们所要伤脑筋的问题 更多了吗 义红 兰英的问题当然不小 尤其是宋楚瑜就够他头痛了 所以我为什么讲说 马英九如果早跟宋楚瑜讲好 当选后刑事院长给他看 让他去负责去处理那些事情 他就很安心地打这个选战 大概而且胜算也会增加很多了 但是那就是我那时候着眼点 说如果我是马英九 我就叫宋楚瑜当刑事院院长 但是后来 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公开的 公开的票又跑掉了 公开的 这个叫私相授授 把蓝军团圈起来就行了 那沈大老刚刚你问的问题 他都没有 没有主意听 他为了批唐湘龙 一直听唐湘龙的 你讲什么 他就没注意听 他就意乎来回答 其实这四大天王里面 当然是谢唐廷最有力量 你看谢唐廷 他是最能够影响蔡英文的那个 因为蔡英文本身不懂 他选举是外行 他一定要找一个最懂的人 来听他的 那他听了谢唐廷以后 别人再跟他讲 有谢唐廷的意见在里面 他当然是 以谢唐廷的意见为主 别人的意见为父 那吴乃仁跟谢唐廷 他会听谁的呢 我认为他还是会听谢唐廷 在民进党里面 谢唐廷是最厉害的 选举经验最多 吴乃仁这些 他们这些党外编年会出身的 这些依附在派系底下 夺取利益的这些新潮流戏 他有他的一些见解 他安安的操盘 吴乃仁邱以前叫他自己出来选举 他选得赢吗 很难讲 谢唐廷身心百战 而且又有泄系 你看蔡英文在谢唐廷 支持他那个场合里面 讲那个话 你一听就知道 他们的感情是真的非常好 什么叫总指挥 后赛人也接受你的指挥 那种感情在苏贞昌的场合里面 他觉得讲不出来 所以就是这里面的人里面 当然是谢唐廷嘛 以谢唐廷的意见为主嘛 那苏贞昌 我不敢讲说他不希望他当选 因为苏贞昌下面的人 也会去帮小英扛 不管你是不分区 或是你当选以后捞个职位 你不就靠你 小英拿到政权以后 大家都要来分啊 苏贞 苏贞昌真的有所谓苏贞吗 他下面那些人 吴炳瑞那些人 真的给他分一个 怎么不分区 或是给他一个 一个国营事业的董事长 他是听蔡英文的 还听苏贞昌的 没有什么苏贞 这个贞 要自己平时要培养 跟报社一样 什么贞 总编辑倒了以后 那个总编辑本来那个贞 统统跑光了 一个都不在 没有什么戏 利益还是最大的派系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讨论